各位好,我们来看这题 乒乓球从离地40公分处以每秒1公尺的速度向上射出 0.4秒后,该球以每秒3公尺的速度落回地面 并且我们以向上为正方向 那乒乓球从发射到落地的位移量值是多少? 那这题很简单 位移的话是从起点指向终点 末位置减掉起始位置 末位置是在这个位置 起始位置是在这里 那如果我们以这个位置为0的话 后来的位置,题目说要向上为正 所以后来的位置是-0.4 所以呢,我们的位移和后来的位置 减去原来的 所以就是-0.4 好,我们写一下 后来的位置是-0.4 后来是-0.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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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结果就是-0.4 所以结果就是-1 好,那第三题的话 平均加速度 那加速度呢,是要有速度的变化 除以时间 加速度就是速度的变化 除以时间 平均加速度就是 速度的前后变化 对时间做平均 平均每一秒 速度改变了多少 好,所以就是这样 那我们后来的速度是多少 后来的速度是3 但是是向下的 原来的速度是1 是向上的 所以向下向上 它的方向不一样 就必须要考虑正负 那以向上为正的话 后来向下速度是负 所以负3是后来的速度 原来是正1 那经过的时间0.4秒 好,所以结果就是-4除以0.4 -10 加速度是-10 好,那加速度的 单位是秒平方 分之公尺 因为它的分母是 分母的单位是秒 分子的单位是 每秒几公尺 所以它的秒 除了两次 我去变秒平方 好,谢谢同学